央月美帝度假酒店举办新品种台湾国宝局 嘎雅机技术移转及上市命名发表会 农委会主委陈其中亲自见证 强调中央将以专案性低律贷款方式 鼓励花莲小农投入有机畜牧产业 各位媒体朋友们 各位来宾我们一起来倒数 5 4 3 2 1 我们一起来见证嘎雅机的大山请敲 好的 全球独一无二的戈亚机诞生 俊达集团207年进驻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续产试验所总所历经8年的研究 进行机制的品种 其应筛选到品牌养成饰养管理 采败月初花莲独特养殖性品种戈亚机 近代集团创办人董事长云从所表示 戈亚机养殖的饲料非常讲究 使用独家特调配方 内含有机香草复方 不仅是台湾武康生素养殖的心理成碑 也造就了格亚机口感滑润 皮包多汁低脂肪低胆固醇 低热量等具健康概念的特色 我们接下来这只鸡 今天已经完成一个特种 比美法国普利斯鸡 全世界现在都在讲鸡的时候 最棒的都在讲法国那只鸡 可是我想我们要走出国际 我们这只鸡要比它更棒 因为它的鸡的饲养是用育肥的方式 而我们出场的是用BEST的特殊的技术来饲养的 它不但是美味因为普利斯鸡是美味 可是太肥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吃健康的鸡 所以我们是以美味还要健康 所以我们下个阶段 我们希望进入到所谓的新冠经济 我跟主长长我们也开了很多次会 首长也大力的支持 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我们的鸡要支持其力 我们要达到我们小农最大的经济效应 农会主委陈仲宗表示 饭店集团使用在地食材 具体照顾了在地小农 而这次技术授钱之后 将经过花园最重要的产业链 以后小农要参与有机畜牧产业 两个获过120万资金生产 农村局将协助与专案 政策性的低利率贷款 利率在1到0.79之间 而在生产技术教导 合理的价格器做 请教费用工作上 农会也会配合 希望达到最完整的成功经验 如果今天这样成功以后 那比如说我们的小农要来参与 尤其是徐县长 非常在乎我们花园县的农业 可以走出这样的一个有机的 不只是农粮 还包括畜牧的时候 那我们需要做哪些的工作 那第一个 如果所有的小农 那配合我们的军达 林董事长这一边 在合作的时候 那用后贵物 两个后贵物的这样的生产 那一波后贵物要60万 那120万 我们农金局这一边 林董事长会协助专业性的政策性贷款 和苏厂长会教导所有这样的一个生产技术的部分 那其实更感动的是 林董事长会用很合理的价格 直接跟各位做契作 接着当然就是要行销 我想不只是行销花脸 还要行销到全国 甚至要到全世界 那行销的部分 不管是行销的费用 或者是相关的 所有的这些工作 我们农委会这边都很乐意来配合 现在人重视养生 除了吃了健康 吃了美味 又讲求营养素的吸收 今年也特别推出格雅吉 而这张等新的系列商品 加上完善的人林系统 推动到大都会区 百货超市 未来将会规划 泰国 中国等海外行销 推广化人地方特色的顶级食材 让台湾 武康生素 养殖以及技术 在全世界大方异彩 接着节奏 见证不到